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台股这一次实在是很给力 不止连涨6天 K线连6红 投资人你还在观望吗 在观望没有跟上这波急掌话 就是真的好可惜啊 就像前天 郑老师在节目中眼光精准 再度买回了3693的银帮 短短两天 今天是一举要上500块了 恭喜股市达人家族成员们 只有两天 你手上的股票 是从四字头的百元股价 变成五开头 它就是一个扶摇之上 就一台喷射机的概念 再来呢 好股票 郑老师都抢先市场 领先市场 都锁定好了 就等你来把握 马上赚钱的机会了 锁定好节目了 赶紧来 有请我们的股市达人 郑瑞宗老师 好的 那么台股今天 虽然说涨的并不多 目前录音的时间 12点50分 涨大概50点 但是我们台股是连续六天都涨 对 而且K线上是连续六根的红棒 对 你去看亚古美股 跟我们一样强 而且比我们强一点的 只有NASDA 它是连涨期间连七红 那因为产业结构 NASDA跟台股结构最像 包含废半 NASDA跟台股联动是最密切的 对 所以台股跟NASDA都是 连六红连七红 那突破站上所有的均线 那其实从我们这两个股市来看的话 代表就是说 科技股整个转强的 这一个趋势是非常的明确的 台股跟NASDA就是一个指标 那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强 主要就是因为台币大幅度的升值 当然就可能要再稍微重复一下 因为联总会上个礼拜就说不升息 甚至也松口说 可能升息的循环已经结束 所以对市场注入一个强心针 大家认为就说 那美元应该就不会再涨了 就不必要说 赶快把资产都换回美元 那甚至认为如果美元会跌的话 那就赶快卖一些美元 那就回归到比如说债券市场 或者股票市场 所以最近美国的公债的价格也弹上去 所以公债值率就掉下来 因为那是反向的 那美股也大涨 然后亚股也大涨 所以目前站在均线之上的 就是以台股日本NASDA为主 那看起来这个废半也很快就要站到均线之上 美股都差不多 所以整个市场很明确的 都有一个转强的迹象 而我说这次台股的客观的条件 比9月份跟10月份要好得相当多 因为台积电联发科布月儿童 在法说都告诉你说明年恢复成长 包含PC端或者是这个手机端 目前看起来都是这个态势 尤其是之前大陆的景气 就是都很不好 所以手机也都卖不动 但是过去这两个月 华为就重磅回归 又推出了5G的手机 就大卖 然后过去这几天 这个礼拜的时间而已 小米14的手机一上市 卖翻天 所以那个销售量创了一个新高 就代表这个疫情这三年的换机 一直卡在那边 那好像那个换机槽又来了 又来了 所以手机的复苏目前看得到 所以明年是景气往上 那资金面的疑虑也解除 就是联准会如果说他只要不要再升旭 大家有所共识的话 钱一回流到股市 那你说原本我们说过去第四季都是最好赚的 对 就今年第四季十月份不但不光辉 还杀着昏天暗地 其实台股已经跌的相对少了 是 破底的幅度也不大 破底的时间也不多 但是以韩国股市来说的话 或者香港股市都跌的很深 那台股已经相对支撑了 但是毕竟十月份原本应该传统上都是大涨 对 就是跌嘛 所以这迟到一个月的第四季的这种行情的话 看起来现在已经又正式展开了 是 所以今天成交量也早上一度扩大到预估有3000亿 现在可能稍微说到剩2800多亿 那这个也比昨天的2168亿又增加了相当多 那就像我说的K线是连续6根的红磅 是 那这个涨是相当的明确 所以如果说客观条件比10月9月都来得更好 那越过前两个高点也很合理 所以7月份的高点17463 对 我相信这一波可以看得到 但我不敢告诉你说是 比如说11月12月或者是过年前 农历年前 是 这个不好说了 但是从客观的条件 从码面基数面来看的话 台股要回到17463 这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行情会持续推升上去 那当然就是说盘面中还是很多的什么当冲隔日冲 对短线客很多 所以短线客在很多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强势股可能早上冲高 盘中可能他又给你打下去 或者是今天创高明天又回档 然后再轮其他股票涨 所以说这个轮动的速度是有点快 那所以操作上就是说自己还是稍微掌握一下 就不要过度的去追短线的高点 好 尽量买那个从第一档刚翻上来的 如果说比如说刚刚起涨的你可以追高点 对 起涨第一根吗 OK吗 追高OK吗 那如果涨三根四根的那种就是要稍微这个谨慎一点 就不要在他涨的正高的当下去买 好 那比如说有当冲下来或者隔日冲下来的时候再去买 尽量买盘下拉回的时候会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好 这就是技巧啦 对 那今天量增上来其实有一个重点是AI股他们很久 那今天早上我就有大概耳闻说 法人有大局进场买了一些AI的相关股票 所以今天包含比如说技嘉 伟创广达 维影就一直很强 我就提醒他是最强的 音乐达 见准 银帮 停成等等 早上党党那个量都放出来 那股价都是强势向上 那所以这一组呢 看起来法人买盘应该是陆续在归队当中 所以因为他们通常也都是人气股 所以他们的量一上来 你看今天大盘量就是从2100亿增加了700多亿 对 所以这个是带动的效果是蛮明显的 那这一组其实我当时在10月中旬我就说 10月底到11月初是有机会做反弹的 因为一来真的跌的够深了 那跌深就是最大利多嘛 第二 10月份你说估计都会相当的乐观 那再来即将公布的财报表现应该也都不差 所以呢法人当他可能超卖股价超跌 那现在想要回头做第四季的所谓的作账结账行情的时候呢 这组不失是一个好的标的啊 因为美国相关的NVIDIA跟MD 其实最近这一个两礼拜也涨了不少 是 包含Intel最近表现也并不差 那所以呢 美国的AI股已经陆续都在转强当中 所以台湾的这一组AI股跌的真的够深了 所以11月份本来就是有反弹的机会 其中最强势的人是我跟大家说的6669的微影 投信最近是连续性的买超 今天高点已经来到1865块 这涨的并不少 这一波在9月份的低点是1325 10月份的低点是1425 到今天涨到1865 其实10月份到现在也涨了400多块 而且它是最早站在均线之上 呈现一个多头排列的格局的 加上投信也是天天买超 那外资出的报告都估计明年会赚超过100多块钱 所以这个股价未来我相信回到二字头的机会是相当相当大 当然不是叫你去做最高 因为连涨4天了 所以你要买 还是等拉回再买 然后这次我们是在460几块钱买回3693的银帮 那早上当然这个刚刚Amy有提到 就是就冲到最高500块钱 对很快 只是说可惜尾盘的时候又有一些当中卖压 又把它打到平板之下 但是其实过去我们在操作这张股票的时候 它常常在创新高之后 突然间尾盘来个几杀 然后明后天你发现他蹦蹦蹦他又上去了 对 所以他这个有点是他的他的股性有点就是如此 是 那重点在于就是说他后面的数字表现才是重要的 对但我觉得重点是 曾老师真的是抓准银帮的股性啊 对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请大家卖在600块 对 那买在297 是 然后330块那时候有加码 对 600块平均位置那边请大家都做出清嘛 没错 结果后面 哇 这一波一路跌到408.5 真的跌的有够深 对 这个也就是他最大力度 是 因为跌的真的太深了 就代表后面的空间 对 又有200多块钱 是 那就像我说的 昨天涨停板的2059的窗壶 今天又涨停板 那他是做滑轨的 那可以应用在AI伺服器之上 所以他也是AI的相关的概念股 这一波也是从900多块跌到600多块 跌了300多块 跌的也是够深 那为什么这两天涨停板 因为他在前天公布了第三季赚了10块3 连两季的成长 所以呢财报优异 股价就连喷两根 那涨到875块钱 这涨速度相当快 那同样的我就说 那再来银帮也有这个机会 因为他字节的获利 7月3块半 8月4块1 9月4.11 虽然说他还没正式公布第三季的财报数字 但是从字节数字你算 第三季就已经11.72了 那这个数字比川湖的10.3还多 那川湖现在是875 那银帮今天目前的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价格大概是475 对 差48块 同样都AI的股票 我赚比你多 你有必要贵我400块吗 那当然最好你川湖继续涨 就代表后续的其他的AI的股票的比较空间又会再往上拉动 那而且银帮有机会10月份营收也有机会挑战新高 那第四季又是AI的出货的旺季 所以其实这个以川湖为例子 我认为这个银帮在财报营收公布之后 他也是具备V转的一个条件的 AI的一个非常棒的股票 好 所以前面我们就是赚了我一倍 对啊 当时那一倍卖掉的时候 我们手上的剩余的还是零成本 对那后来零成本也卖掉 赚一块就是赚一块 两块就是赚两块 对那现在又可以低档再买回来 对 所以这在银帮部分 对就算他股性再怎么样的 我们说活泼好了 郑老师都可以精准掌握 就是你股票你要常常操作他 你才会知道他的股性 那另外我还是看好 就是说明年最强势的主流还是在于IP股的部分 那这两天最强势的就是6643的M31 是 早上最高冲到997 对就差三块了 差不多要几千扣啊 就是快要破千了 大涨6% 是 再创新高 那今天是关五分钟的分卖交易十二天嘛 放出来的第一天 对 二话不说直接创新高 对直接冲上去 这个就是真的最强势的股票 那以技术面来说的话 他就呈现均线的多头排列 那站在所有均线之上前面个高点几乎都突破了嘛 是 所以上面的压力只剩七月份的历史新高的高价是1075块 那现在他现在也不到一点点不到10%嘛 所以呢 我相信要创新高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是 那一来就说我们预期第四季是入账的旺季 虽然说 10月份营收只有小增0.85%吧 好像增加幅度不大 是 但是这也是一个历史次高的数字啊 那你去看过去的营收 他每年营收最高都在每年的12月份 因为台积电是他的客户嘛 台电在每年的年底都会付一笔最多的权利金会入账在12月份 今年也不例外 而且据我了解 今年台电要付的权利金的金额应该会比往年又多出不少 这是其中一块 那另外第三季其实法人圈就大概就已经知道说 好像那个微软的AI的新的订单 他也进来了 那预计第四季也要入账 所以估计将会在11月12月份的营收反映出来 会让第四季营收大概会计真大概超过三成到四成左右 是 所以我就算一算就是说 那如果成长三成的话 EPS可能就超过16块钱 是 那如果成长四成可能就不止 那这个获利就会比利旺大概单季的不到五块钱的获利 来得更高 所以股价利旺今天还是高在2200块钱 那M3E今天即便是快要摸到1000块钱 对 你看都还差1200吗 对 还有1000多块的差距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现在本土外资法人都非常看M3E未来的空间 是因为利旺就在上面 那如果明年成长性以M3E更强 EPS以M3E更高 但是都是卖IP给台积电的IP 纯IP的厂商 那AI又是高速传输的需求又非常的强 又是以M3E为主的话 其实未来M3E的价格没有道理会比利旺低 所以我相信这个比较空间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个今天已经来到接近1000块 我相信很快就会看到世卫数字 那我们是买在900块出头 所以很快应该就会赚超过百元 很快就会破百 那另外一档也是被分盘交易者827的聚友科 虽然说今天是关20分钟 之前关5分钟 关出来之后又关20分钟 这很讨厌 但他今天都是红的 但是就是这个就是国家认证的标股 你不强他不会关你 就是你强才会被关 所以M3E就是如此 聚友科也是 所以关三天一样 三天都小涨 对压不住他 那今天涨到21.5元 那其实我认为 其实如果不是被关着没有量的话 应该股价会更强 那虽然分盘还是小涨稳稳站在均线之上 那明年7奈米会让他大赚 大概maybe就一个股本 那台电的加持之下 会引进更多12奈米16奈米的 ASIC的客户订单 请聚友科来协助做这一块的ASIC的业务 然后设计完之后给台电做一个量产 所以他等同三年前的创意跟世新 那创意跟世新已经是等于是前进先进制成 对 神兜制成顾不来 那台电就拉聚友科新来做这一块 所以明年12奈米16奈米的案子也会大成长 所以我就说聚友科明年有7奈米12奈米16奈米 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的低点涨到今天已经 从百元变千元 3040块钱 3040块钱 也就是说他从150 涨到320倍 天啊 创意呢 那一年 2020年是150块的低点 是 涨到最高2015 现在1600 10倍 11倍 所以投资人你找到认真投资 然后跟对分析师 哇这个就一张就好了 一张就赚到不要不要的 但我当然要说就是说 这是一个长期趋势 是 但是就是说年底这段时间 本来就是做梦行情 对 谁未来一年的趋势最强 谁就有机会在年底这段时间 飙得最凶 是 往年都是如此 我相信今年也不会例外 所以最近大家非常认真的选 对要积极动钱 明年炒有梦可以炒的股票 是 那这一段赚起来 你说现在11月赚起来 12月赚起来 而且常常行情都会一直延续到农历年前 一月份再赚起来 三个月的时间 对 你过年就可以飞远一点 对啊 你这中间只要抓个三挡 可以赚三成就是一倍啊 哇 那你过年 你可以飞到北欧去 对 所以这个 这一段很重要 10月份不管你有没有loss 11 12 1月份 好好赚一波 对积极的跟上来 所以IP股我认为是 明年重中之重 股价公司进入了跨路的IP的领域 嗯 那预计明年会带进三到五个ASIC的新案 将带动获利出估上看五块钱 乐观年八块钱 嗯 好那重点是现在股价五十来块钱不到六十 是 居有科以今年的获利大概不到五块 嗯 现在股价是两百多嘛 对 那如果这一档股票最便宜的IP股 嗯 明年有机会赚五块钱 现在股价是五十几块钱 那你说空间大不大 这个就是未来的空间 好几倍呢 嗯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买三天了 是 今天又有一档更新的 第一架AI的股票也是叉叉叉叉叉 我这个这个代码都暂时先保留 嗯 九亿收市今年新高之外 第一季到第三季AI比重已经达到三成 是 第四季会出的更多更旺 那而且今天股价是第一档发动低跟股价只有四十几块钱 所以大家都可以买 是 平易近人 是 行情才刚刚要展开而已 没错 七涨点就在这里了 老师怎么跟上来 所以想跟上的给大家一个机会一档都已经输赢 是 限时限额给大家体验 好 那你在LINE或者来电留言我要赢 加上你的联合电话 就给你一档最新布局的叉叉叉叉 好 谢谢老师 听众朋友听好了 通关密语 我要赢 电话就在广告中 打电话进来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师达人郑瑞宗老师 谢谢大家拜拜 听众朋友 限时限额的免费体验标股随时会喊停 把握好机会 第四季的大行情现在已经来了 而且来得又急又快 你是不是应该要把握现在马上赚的 行情呢 今天节目当中免费体验标股通关密语 我要赢 赶快打电话进来 02-2362-8000 02-2362-8000 跟着坚持只选金平股的股市达人郑瑞宗郑老师 带你一档接着一档稳稳的转 而且现在这个大行情我们要转的是大波段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今天节目限时限额免费来体验哦 赶快打进来02-2362-8000 02-2362-8000 带你上车再带你获利放口袋 先来免费体验这一档赚钱的机会 02-2362-8000 我要赢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过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